哈喽,大家好,我是各位原子 正如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样 我买了四个菠萝解压球 看我的弹力小菠萝 真的是太弹了 而且它里面还有那种类似海洋宝宝的小水珠 捏起来的时候还会发出非常小的声音 给大家来听一下 四个一起捏将会更解压 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好玩呢 接下来我们来玩一个更有意思的是 把这四个解压球做成青空假水泥 首先是要准备一个容器 接下来就是捡到四个菠萝解压球 我还真的有点不敢捡呢 因为我怕等一下它会突然喷出来 小公伦们在手上捡到的时候 一定要有家长费货 我会有点害怕 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在菠萝头这里捡 就不容易喷出来了 捡开了 但是它没有立刻喷出来 我还以为里边是水呢 原来全是一颗一颗的这样子的小球 好啦,现在已经全部挤完了 收获了这样满满一盆的透明海洋宝宝 就是这样子的 透明的巧克力的海洋宝宝 小伙伴们应该都知道 做假水的诀窍就是要多加水 本来我以为波罗捏捏的里面全都是水 没有想到全都是这样子的海洋宝宝 既然假水做不成 我们就来用些海洋宝宝 做一份海洋宝宝水泥米吧 拿出一份我提前做好的蓝色透泰泥 现在来把蓝色透泰泥放进海洋宝中 现在我已经基本上混合好了 来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可以看见吗 全是一颗一颗的小柱子 哇 超爽 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它的声音 真的是超解压 不过它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缺点 就是这种海洋宝宝 它不太容易粘在这个水泥米上 所以边完就边掉 已经掉了我整个桌的全是了 所以还是不要学贵人子 这样用这种海洋宝宝来做水泥米了 不然你可能会被妈妈报答哦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